各位好 欢迎收看9月7号的大爱五安新闻 我是苏胜文 新闻开始先来看到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白鹿 代表字就是在这个鹿上这个字 代表的是说根深鹿重 秋意见农 所以也提醒观众朋友在早出晚归的时候 得要多添加一件薄外套才不会着凉 而在即将到来的中秋廉价天气会怎么变化呢 在今天受到了微弱东北风的影响 降雨是集中在山区的地带 而到了明天一直到星期二这段时间 降雨就会趋缓下来 主要都是在午后会有一些对流发展 带来局部的雷雨 另外在今天又有一个新的热带性低气压 在菲律宾东方海面生成 在这一两天就会有可能成为今年第12号台风美花 预计它在下个礼拜二这段时间是最靠近台湾的时候 白木秋风夜一夜凉一夜 清晨气温集结成露水 凉爽的秋雨偏然降临 白木水冬那鬼 为什么冬那鬼 因为你如果说你从我们的家走出来 你当到漏水或是去吹到那个冷风 它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不好的 白木道秋雨农 农民依照节气采收农作 一般我们文旦采收季都是在白路前或十天 文旦有一个药就是保药啊 对不对 到中秋节大家都在出文旦 乌农靠天吃饭 白木时节长御秋苔 柚子它很怕水 每年再采柚子都会下雨 如果台风来的话就要抢收 所以说全家总动员 连小朋友都叫回来啊 白木前后农历8月15 御中秋 小时候第一首会背的诗叫做 《床前明月光一世地上中》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所以你看他看着明月就想起我的家乡 发丝骨之幽情 古代文人万月诗情画意 文人雅师看到月亮的时候那种澎湃的情趣就会出来 比方说像苏东坡他真的很喜欢月亮 他在月夜之下然后跟朋友作恶地传出去 然后就写下了前后赤壁赋 农条要来起农镜前 旁边里面要用纸条 抓到里面有什么 我们当时准备要来起书 历史变迁 古往今来 农礼包馅成了中秋月饼由来 中秋的档期呢都会有一个丰收季 那丰收季收成了之后呢 就会爱家爱户人 或是送给亲朋好友自己家里面有生产什么 其实现在年轻还是会吃月饼 但是我们会比较希望就是 吃下去对身体会比较健康 所以我们就是选择素食的月饼 年节应景食物适量而止 白鹿节气 受众滋润养肺 在食疗方面养肺的饮食 就是可以像是白木耳啊 或者是一些比较知音有水分的东西 几乎都可以 白色食物应激而食 西洋森补气定神 秋天是一个交替的季节 不能吃太补啦 也不能吃太寒 西洋森是一种比较温和 比较不燥啦 不热 白鹿登山洋肺 凉风至秋气浅身 重叶昏差大 早晚天衣 避免着凉 等到中秋节过后吃完月饼跟烧烤也要好好的来运动减重 而运动过后大量的流汗补充水分就是相当的重要课题 建议民众可以喝8到10度左右的凉开水来维持肌耐力 另外还有哪一些的喝水小提醒来看我们的报道 有健身习惯的小包运动30分钟后会适量补充水分 会有那种喘的感觉 你就差不多准备开始喝水 都喝温水 如果喝冰水的话 一些有受伤的地方会比较紧绷 和多数人一样选择喝温凉水 避免温差影响身体机能 其实运动中喝凉水有助于维持肌耐力 建议水温在8到12度 太冰可能会影响气管或心血管 剧烈运动后喘不过气时 则要避免 此外一次喝太大量的水 可能会造成身体不适 水分大量增加会影响我们身体里 电解质的平衡 像是头晕 恶心 呕吐 抽搐这样的症状 其实一小时内喝个一瓶 就是600cc的矿泉水分次把它喝完 其实都还算OK 运动前1到2个小时可以开始喝水 剧烈运动后可以补充电解质与蛋白质 增加水分也修复肌肉 大海新闻台北花莲综合报道 赶在黄金72小时的救援时间内 希望可以赶快从四川的镇区 找到更多的生机 目前在地震的镇央 已经累积有72个人死亡 还有12个人失联 同时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空拍画面传出 可以看到有大片的房屋垮塌 山区也酿成严重的土石流 原本的翠绿山林 现在是遍体鳞伤 一把抱起一个夹在腋下再咬醒另一个 还有好几个睡到不醒人士的只能等下一趟 中国大陆四川省强震来袭瞬间 监视器画面捕捉到幼稚园老师来回奔走 不到两分钟290多个孩子就全部疏散完毕 地震发生至今快要满48小时 救难人员持续在瓦砾堆下找寻一线生机 这次四川甘孜州救援的行动比较困难 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救援黄金时间 灾区道路中断 军方出动直升机救灾 武警也不遑多让 6号上午7时 武警甘孜支队40名官兵携带救援装备 到达燕子沟河滩 在河上用绳索搭建起横渡通道 转移共和村被困群众 电线杆东岛西歪 墨西镇水电中断正在积极抢修 同时也利用船运把物资送进灾区 而我连海都没穿这么满 不行 我现在这个九号下楼梯都是大三三 另一方面 成都目前正值封控期间 全体人员需原则居家 地震一来 无暇顾及防疫统统冲下楼 却有民众在网路上批评 社区大楼的大门被锁住 或是消防通道被汉街封死 逃不出去 疫情和天灾夹击 让四川人面临庞大压力 大海新闻 江玉婷编译 而在日前 台风轩兰诺横扫了南韩 造成十个人死亡 还有一个人失踪 首当其冲的釜山 因为刚好碰上涨潮 大浪就翻过了堤岸 涌进市区 造成亡羊一片 比较北边首尔的汉江 也因为水位上升 一流淹没了道路 有许多的道路是部分关闭 宣兰诺过境南韩 首尔河水暴涨 淹没主要干道 福山市警车五号在海岸戒备 结果差点遭大浪吞噬 哇 永浅差 街道变成小河 福山市区一片汪洋 受灾同样严重的浦向市 则不幸有多人罹难 根据韩联社最新消息 这起不幸意外 共有九人失踪 除两人获救外 其余七人不幸死亡 强风暴雨还造成南韩 三百多处道路桥梁受损 近九万户停电 四千五百多人紧急避难 六号全国多所学校宣布停课 或转为线上课程 镜头来到日本 宣兰诺的威力 依旧造成零星灾情 阵阵强风 甚至连汽车都不停震动 专家分析 这次酿成墙台的原因 可能是全球暖化 海水温度上升所致 尽管在六号 日本晚间九点十 薛兰诺以变性为温带气旋 风雨影响渐小 但台风远离后 日本北陆地区 好几天仍要严防高温 待新闻综合编译 再来看到印度南部的 科技重症班加罗尔 在过去一个礼拜 几乎是天天下雨 造成了水灾 还带来停电 让科技园区损失惨重 大雨过后是停水停电 号称印度矽谷的班加罗尔 有许多的研发中心跟新创公司 也在这一次的水患当中受创 而从今年的六月份雨季开始 当地的降雨量就比平常高过往年的平均 所以包括有建物的毁损 道路桥梁纷纷的坍塌 许多企业要求员工要居家办公 再看到美国的加州市面临到 今年最大的停电危机 昨天下午用电量 一度来到5.1万兆瓦 是加州史上的最高纪录 加州现在本身就像是一个火炉一般 所以也让用电量创下了新高 现在政府呼吁民众要共体时间 冷气的温度就调高一点点吧 也呼吁不要在用电的尖锋 来帮电动车充电 不过也无意打脸了州政府的 禁售燃油车政策 加意大林慈禁医院的失智症中心 今年成立第十年也举办了音乐会活动 下段新闻回来都有完整报道 休息一下马上回到新闻现场 他的一生禁锢在轮椅上 他的思维却能飞向宇宙深处 我的目标很简单 就是高东宇宙 它是什么 它为什么存在 透过阅读 走进天才的世界 发现自己的宇宙 你是否还记得跟妈妈一起阅读的那本书 妈妈总有本事把故事说得好有趣 在我的脑海里 清晰记得每一个欢乐的天赫 阅读存脑本 记忆不露诗 就像飞机起飞 靠摩擦力 创意灵光绽放 靠广泛阅读 谁会不想装上创意之意 展翅飞翔 阅读吧 开卷有益 英国文豪莎士比亚 一生写了九个剧本 一百五十四首十四行诗 他说 书是世界的养分 生活里没有书 如同失去阳光 而没有智慧的书 就好像鸟儿失去了翅膀 阅读 带来智慧 让你洞悉人性 解惑人生 德国哲学家康德 在一次会议上 揚述了英国西敏桥的种种样貌 在座的一位英国人问到 您是何时去的英国 又是在哪里读的建筑 康德回答 所有关于西敏桥的知识 我都是从书本上得来的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心到我们大脑的知识 如果长期的睡眠不足 容易感觉到压力大 都会影响大脑排出代谢物 造成我们思考 还有反应速度变慢 记忆力变差 在生活当中 除了从作息上来做调整以外 多运动 多喝水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得要多做深呼吸 睡眠时间够 但是没有办法睡得很深 其实也不知道原因 就会觉得很累 超级累 然后会一直打发欠 明明有睡觉 白天还是累到不行 提不起劲 尤其疫情之下 受这种疲劳感所苦的人 越来越多 门诊比例明显多一倍 医师表示这代表大脑累了 大脑疲劳最主要是 表现是三个征兆 那第一个征兆就是我们讲的 你会觉得你的大脑的 思考速度是减慢 第二个就是你的 所谓的判断能力减弱 那第三个就是我们最明显的 就是你的记忆力 跟注意力变得不好 会累积很多一些代谢的废弃物 那没有办法适当的排出 那就会让我们大脑 呈现一个慢性堆积 一些废物的一个情况 那会影响我们大脑很多讯息的 神经的讯息传递 影响代谢物排出效率的关键 和睡眠压力有关 通常大脑会疲劳 一来是睡眠品质差 睡不好 二来是容易受外界刺激 压力大 还有体内葡萄糖不足 大脑如果长期处于这种疲劳状态 很容易有长期性的这种紧张 焦虑感 那甚至在时间长一点的话 可能会有忧郁的情形 那甚至在身体疼痛感 或者一些不适感 那也会被放大 医师建议改善大脑疲劳 平日一定要多喝百开水 增加代谢 也可以利用深呼吸调节 吸进去的一个空气里面 含氧量会提高 那吸进去的含氧量提高之后 你的血氧量就会提高 那血氧进入到大脑里面的话 就可以怎么样 让大脑这些血液 在经过这样的压力 或者睡眠不足 累积的这些自由基氧化物中 能够充分地被代谢出来 另外注意睡眠环境是否安静 身体才好进入深度睡眠 以及每星期定期定量运动 都是帮助排出大脑代谢物的 不二法门 在新闻 林依廷登印中中江坡 台北花莲报道 嘉义大林辞进医院的失智症中心 长时间以来 有失智症的权威曹问隆医师 带领着医疗团队走入到偏乡许多社区 开设记忆袍养班 而今年来到第十年 也透过了音乐会来展现成果 大林慈禁医院失智症中心 十周年音乐会 随和亲切的曹问隆医师 拿起麦克风 欢唱同乐 大家都称他为曹霸 为失智照顾撑起温柔的大散 我们好多个社区据点 大家聚在一起 记忆保养班 也可以大家互相感情融洽 早期是每个月一次的 医院失智病友会 后来曹霸带领各管师护理师 社工深入社区耕耘 除了嘉义 台南和彰化等地 也都有爱的足迹 这就是我们的记忆保养班 这就是医者的经兽 仁医会医师林荣威 父亲也是失智症患者 特别能够同理家属煎熬的心情 他说一开始想帮助长者们 却不知道从何做起 彷徨之时 曹文龙医师团队 作为强有力的后盾 协助运作 这六年当中 我们照顾了七十几个家庭 我们会看到在现场 这些老人比较不会退 家属也知道怎么样去陪伴 越来越多的失智长者 受到妥善的照护 找回往日活力 十年了 大龄医护团队爱的陪伴 还会继续下去 大海星人嘉宜大龄 综合报道 文心的气氛同样在 香江地区月圆人团圆 香港的慈离志工 和香格里拉大酒店集团 关怀严重弱智人士家长协会 发送了中秋祝福包 扫描手机QR Code就知道身份 发放更加顺畅 减少排队时间 慈禧和联锁集团合作 发送中秋祝福包 包括现金礼券 口罩 洗手液 米 饼干和月饼等物资 但是今次去的这些 就是素月饼 更加适合我们这个年纪 和小朋友用 慈祝 慈祝这个中秋节 大家分享 中秋佳节传送关怀 让更多家庭感受人间有害 大约新闻真帅美志工 胡美珍 香港报道 窥为了两年多的时间 马来西亚吉隆坡慈离志工 再度造访了迎喜老妇院 这一回再相见 彼此也是感到格外的亲切 拄着拐杖 缓缓走进活动场地 迎喜老妇院的阿妈们 窥为了33个月 终于又见到日思夜想的慈离志工 老人家的话语中 竟是对志工的想念 因为他们已经两年多没见面 疫情中断了他们每个月的相聚 但相互挂念之情丝毫未见 成立于1937年的迎喜老妇院 当时是专门收留及庇护 年迈失业的华裔妇女 时代变迁 现在转变为养老院 志工阔别多时在房 没想到受到一份厚重大礼 做好事很有感染力 好几位长辈看到 学阿玛的抛砖影域 也响应乐捐 我们吃住在这里 我们应该要做 这些剩下的金属 晚年的无忧生活 让长辈愿意将身上 仅有的点滴积蓄 转化成为爱的能量 抚慰战争 带给人们的无情伤痛 达来新闻知识美志工 陈金香 何永康 苏玉发 马来西亚报道 传承智慧疼惜长辈与大地 印尼慈意志工在西亚加达 第二吉特拉的住宅区 设立一个新的环保点 在这里位置算是相当显眼 就是希望可以带动 更多的社区民众 一起来守护地球 帐篷下挂着各种回收物 属于哪一项分类 清土标示 这些地方是最大的 因为在路上的地方 在路上的地方 所以在路上的地方 区域里面 可以继续加入 在里面 我看到有点 在里面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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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问我 然后他问 他问我 要不担担担担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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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吉特拉住宅区 新的环保点启用 民众来学习 恒德拉娃地在家落实 做环保已经十年 现在更积极参与减速行动 环保点一起用 影响力随之发挥 达安新闻史蒂芬尼 益山印尼报导 美国现在面临到 高通膨的危机 也让弱势族群的处境 是更加的艰困 此际美国总会 在圣伯纳丁诺市的 德尔瓦列侯中学 定期都会举办蔬果发放 希望可以减轻贫困家庭的 生活压力 而在最近的开学期间 还特地送上了书包 文具还有鞋子 让他们的求学资源 可以再丰富一些 另外还有一张 50美元的限制卡 疫情加上通货膨胀 贫穷的日子是更加难熬 学校每个月例行性的 输果发放 带来的物资也更多了 这次还特地为学生 送来所需要的开学用品 学校提供给我们 许多的孩子 都是寄养在 一些人的家庭里面 或者是居无定所的小孩 鞋盒里的鞋子 每一双都是事先量测 尺寸符合 还有这张50美元的限制卡 大大减轻家长们的负担 圣伯纳丁诺氏 是加州最贫穷的大城市 能够来付出都是有福的人 虽然有点耗体力 但是心中觉得很快乐 觉得很有成就感 非常高兴来 可以来帮忙学校来发放 欢喜的感受 让行善的脚步能够更加坚定 大爱新闻 来关心天气数据 北部地区气温24到30度 再来看到陶竹苗地区 气温24到31度 降雨几率最高有40% 中部地区气温26到32度 降雨几率最高40% 云江南地区气温25度 最高温有32度 降雨几率20到30% 南部地区气温26到33度 在屏东降雨几率最高有60% 东部地区气温23度到31度 降雨几率最高在宜兰70% 外岛地区气温是26到32度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玩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接下来请您持续锁定 细说真人生 祝福您平安顺心 我们再会 感谢您的观看